我们那个叶子画完了嘛 现在用太白 这是太白 用太白 藤黄 调一下花蕊 这得特别丑 不能整得太细 有一点 笔上有一点水就行 完了搁点那个藤黄 调一下 水多了不行 水多了藤黄 水多了点不上 点花蕊 浓浓的点花蕊 花蕊中间这个放的是三绿 放三绿也行 放那个什么也可以 就是那个叫 三绿三绿都行 整个花蕊放花蕊里边 得特别浓了 这个花蕊的朝向 都朝着这个花蕊的方向 长短 不移的 别抖整那么短 也别抖那么长 让它没有 不让它有点有那个规律的 这样 长短不齐的 就这样的 把它点上就可以 点一下 一台 点一下 一台 就可以了 朝向都朝着花蕊 都朝着这个方向 可以 不过太白光是黄的 看不太清楚 这个纸还可以 我这个底子 就是颜色还可以 你看这个花蕊的朝向 就得朝这 你不能朝这 从这点 点一下 像这个方向 蕊丝 让它细一点 刚才那个就点出了 蕊丝 细一点 都往这一个方向来 蕊丝 细一点 好看 太干也不行 太湿了也不行 这个篮子上面稍微有 有这么一两根也可以 就这样一个一个点上 我们这个画就算完成了 最后就完成了 为了节省时间啊 我这个下去再点 我可以看一看什么样啊 整体的 因为上海那个叶子 点个叶子 收听 内存了 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一幅画 这个年利就换完了 这个花蕊怎么好看 怎么点 在这儿落款 花开富贵也行 是富贵吉祥也行 都可以 这个花蕊就换完了 这个花蕊 整个看一下啊 整个看一下啊 2024年 下地 完成 写字 落款